对于月底即将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 韩国媒体称会谈的议题正出现轮廓 此次会谈将是正式的讨论契合时间表 朝鲜在履行无核化措施的每一个阶段之后 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援助资金 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发项目 按照计划 韩美高官下周将会会晤 共商朝美首脑谈判详细的事宜 路透社报道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比芬·比根 1月31号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发表讲话 比根在演讲中表示 美国答应朝鲜将履行双方新加坡首脑会晤承诺 并放宽对朝鲜人道主义相关援助的规定和限制 他表示 下周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 李杜勋举行会谈时将会讨论 朝鲜在履行无核化措施的每一阶段后 美国将会给予的相应措施 比根同时强调 在最终实现无核化之前 需要朝鲜对其核设施进行全面申报 让美国了解相关项目 另外 美朝还需就让专家查看和监督朝鲜主要核岛设施达成一致 最终 朝鲜要承诺拆除和销毁核分裂物质 导弹 发射架和其他武器 这些问题都要在确立美朝关系的过程中得到讨论 比根当天再次强调 在朝鲜彻底完成无核化之前 美国不会解除制裁 但若朝鲜实现无核化 美国会研究最好的投资方案 按照计划 比根将在3号抵达首尔之后与朝鲜代表会面 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比根与朝鲜代表将于4号正式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表示 朝美关系有史以来最佳 朝鲜已经停止核实验 非常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不过与特朗普的乐观态度不同 美国国内怀疑朝鲜契合决心的论调再度抬头 1月29号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 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会议时表示 对朝鲜政府彻底契合持怀疑态度 美国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也表示 朝鲜正专注于研发可打击美国的远程核岛 他敦促通过与朝鲜的对话 让朝鲜完全公开核项目并销毁核武器